今天要練跑的是 櫻哥自行車步道 今天要從櫻哥跑到大溪 然後來回 總里程數大約是24還是25公里 好久沒跑了 這邊跑的好處是 它有廁所有補給 可以不用帶水 然後你出發前有廁所 還可以上還不錯 然後也不用與車爭道 今天早上6點空氣還蠻好的 可以看到對面的山頭 都是開滿了銅花 銅花祭 來試試看 GoPro白天拍攝 它的穩定度 應該是會比夜晚還要好 維持在五分半以內差不多 我喜歡跑這邊的原因是 因為這裡有山有水 對呀,看起來很漂亮 很舒服 看這一片沒起來 對面的通話 還不知道什麼,只好跟自己的影子拍 太陽出來了 有點熱 不過這種溫度還是可以接受的 舒服 走 走 還控制在五分半內喔 回程可能就不是了 哈哈 又跑上來自行車步道囉 已經有 跑了 九點多K 你看喔 這個步道 這一段算是最舒服 不然都很帥 這步道這樣子 看起來很優美 一找都沒有人 真的很漂亮 看到今天的目的地喔 大溪老街的 那個叫什麼 什麼橋的 等一下圈圈看就知道 還有一段喔 大約一兩公里就到了 先跑的有點慢喔 隨意跑 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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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地地到了 十二點七山 十二點七山 來回大約 二十六 二十六K喔 到底叫什麼橋啊 大溪橋啊 哇 這是我的補給站 這邊 有一個 自行車 投幣的 買一罐礦泉水只要十塊錢 所以只要帶十塊就夠 萬一沒有水那就完了 喔有水還好 這晚點回家囉 大溪橋 掰掰 喝完一罐礦泉水 感覺配速都不一樣 整個 精氣神都來了 哇 真的很慢喔 他也慢了 跑也跑不快 配速大概 五分半吧 好像跑在石門水庫一樣 很漂亮 哇 太陽大 慢慢跑起來有點喘 浪漫 不要超過六分就好了 山水步道 可以嗎 可以 可以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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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ren 好 好 好 累到講不出話了 已經快22K了 23.5K 壞個屁了 最後1.5K了 快到了 最後500公尺吧 到了 回來了 21分 拿小吃21分 累了 25K 水 抹 Jud點 快快快快 倒休慣